经 二十又一年春 王三月 葬太平宫 下 晋侯使世秧来聘 宋化亥向宁化定 自臣入于宋南里以叛 求七月人五朔 日有十之 八月以亥 书者足 东 菜喉珠出奔处 宫如尽 至何乃富 传 二十一年春 天王将驻无异 灵州九月 王岐以心急死乎 福月天子之之之也 福音月之余也 而终因之弃也 天子省风以坐月 弃以终之 予以行之 小者不调 大者不化 则何于物 物何则加成 故何生入于耳 而藏于心 心意则乐 巧则不咸 化则不容 心事已感 感时升级 今中话已 王心福堪 其能久乎 三月藏太平宗 蔡太子诸师位 位在碑 大夫送葬者归 见昭子 昭子问蔡故 已告 昭子探曰 蔡其王虎 若不亡 势君也必不忠 诗曰 不谢于位 民之忧细 今蔡侯使极位 而是碑 身将从之 下 见世秧来聘 书孙为政 季孙欲勿诸进 使有私 以其报国 归必之礼 为世秧 世秧怒 曰 曹国之位下 其国小 而使秧从其牢里 誓 卑必一野 将附诸寡君 鲁人孔 加四牢烟 为十一牢 诵化废主 生化出 化多辽 化灯 出为绍司马 多辽为御氏 与出相恶乃赠诸公曰 出将那亡人 弃言之 公曰 司马已无故亡其良子 死亡有命 无不可以再亡之 对曰 君若爱司马 则如亡 死如可逃 何远之有 公曰 使世人照司马之世人一聊 应之久 而使告司马 司马探阅 必多了也 无有缠子 而福能杀 无又不死 亦君有命 可若何 乃与公 谋主话出 将使田孟诸 而浅之 公曰之久 后仇之 次及从者 司马 曰如之 张盖 由之 曰 必有故 使紫皮 成一聊 以剑而训之 一聊 尽已告 张盖 欲杀多聊 紫皮曰 司马 司马 老已 登之未甚 无又重之 不如王也 五月秉身 紫皮将见司马而行 则欲多聊 遇司马而朝 张盖 不声其怒 遂与紫皮 就任 正偏 杀多聊 劫司马 已判 而赵 亡人 人吟 画向入 大心 封眼画坑 欲诸衡 画室 居庐门 以南里 叛 六月更五 宋成旧雍 及桑林之门 而守之 秋七月 仁武朔 日有十之 公问于子慎曰 事何物也 或福何为 对曰 二至二分 日有十之 不为哉 日月之行也 分同道也 至相过也 其他月则为灾 阳不克也 故常为水 于是书者 枯日时 昭子曰 子书将死 非所枯也 八月 书者足 东时月 画灯已无师 就画是 其乌之名 述送 除人 朴人 朴曰 君智有之 先人有 夺人之心 后人有 待其衰 何及其老且 未定也 伐诸 若 入而故 则画是 则画是众 以 悔无极也 从之 并吟 其师 宋师 拜 吴师 于虹口 或其二帅 公子 苦钱 眼周园 画灯 帅其余 以拜 宋师 公欲出 除人 朴曰 吴小人 可 借死 而不能 宋王 君请 待之 乃 迅曰 杨徽 非者 公徒也 众从之 公自 阳门 见之 下而 寻之 曰 国王君死 二三子 之耻也 其专 孤之 罪也 其 乌之 明曰 用手 莫如 其至死 其至死 莫如 去背 比兵 多 以 请 接 用 剑 从之 华氏 北 复 吉之 除人 朴 以常 国首 而 鹤 以走 曰 得 化 灯 以 遂拜 华氏 于心里 敌 吕 心 居于 心里 既 占 脱甲 于 宫 而 归 化 头 居于 宫 里 亦 如 之 十一 月 鬼位 公子 成 以 近 诗 曹 汉 汉 会 进 巡 吾 其 愿 合计 为公子 朝 救 送 丙须 以化 氏 湛 于 者 秋 正偏 愿为 冠 其 愈 愿 为 鹅 子 露 愈 公子 成 庄 锦 为 誉 甘 愈 吕 举 丰 仁 华 铦 甲 宿 幻 画报曰:「成也,成怒而返之,将注报则观矣。」 曰:「平宫之灵尚辅向于,报射出其见,将注则又观矣。」 曰:「不暇,彼,抽食,成射之,矣,张盖抽疏而下, 赦之折骨,伏伏而击之,又赦之,死,甘抽请一时,成曰:「于言辱于君,对曰:「不死五圣,君之大行也, 甘行而从子,君因用之,子宿诸,乃舍之,亦,大败画是,为诸难理,画害薄英而乎, 见画出曰:「无为乱世矣。」 出曰:「出曰:「子无我狂,不幸而厚亡,使画灯如楚起诗,画出以车十五圣,图七十人,犯诗而出, 时云虽上,枯而颂之,乃妇入,除伟岳率师,将逆化是,太载范见曰:「诸侯为颂世其君。」 今又争国,是君而臣是诸,无乃不可乎。 王曰:「而告我野后,既许之矣,菜侯诸出奔楚,费无几取货于东国。」 而为菜人曰:「诸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玉,楚必为菜。」 太人曰:「太人惧,出诸而立东国。」 主肃于楚,楚子将讨菜,无极曰:「平侯于楚有盟,故丰,其子有二心,故废之。」 灵王杀隐太子,其子与君同恶,得君必胜,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废智在君,菜无他矣。 公如晋,即和,故叛晋。 晋将伐先于,故慈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合片 太 Started 保护 身 勿